下面我们来看教材1100建设工程项目的风险和风险管理的工作流程 这小节考试出题分值是三分 考一个单项选择题一个多项选择题 这三分对于我们考试而言 我给大家的要求是必须全部拿下一分都不能丢 所以这小节的特点是内容少考点比较集中 而且技巧性非常非常强 那关于风险的内容在教材第一章 我们现在在这里会讲风险管理的工作流程 然后在第四章讲质量控制的时候 会涉及到质量风险的管理 管理的流程内容和这里的原理都是一致的 什么是风险呢 简单了解风险的概念 不需要大家被风险就是损失的不确定性 比如说我们手里有一点闲钱 想买一些理财产品 当大家去选择理财产品的时候 一定都会特别关注风险提示 是低风险的还是中风险的还是高风险的 而且有一些理财产品 我们在买之前 需要对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 进行一定的评估 那如果评估达不到要求 那这个银行也不会将这个理财产品卖给你 那针对这些高风险的理财产品 我个人不会选择 为什么 因为风险太大了 我买了之后我不确定我是赚钱还是亏钱 那这种不确定性就是风险 我个人会选择低风险的 甚至说零风险的 只是这个理财产品给我来 带来的收益少一点 但是它不会让我产生重大的损失 好了 风险就计 损失的不确定性 而对于我们项目管理而言呢 就是指可能出现的影响项目目标实现的 那些不确定性因素就是风险 就计不确定性就是风险 接下来要计 我们要来衡量这个风险事件 给我们带来的风险是大还是小呢 用哪个指标来衡量呢 风险量 那风险量又受谁影响呢 又受两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 这个不确定性因素发生之后导致的损失的高低 还有这个不确定性发生的概率的高低 损失和概率影响风险量的大小 那风险量越大 风险等级就越高 风险量越小 风险等级就越低 所以风险量另外对那个指标 是风险等级 以后我们就会来讲风险等级了 首先在这儿大家先记住 影响风险量和风险等级的是谁呢 两个损失量和概率 三面来看黑板上这个坐标图 横轴是损失量 中轴是概率 那在这个图上体现了风险量的区域 四个区域 风险区域A B C D 那同学们观察一下 哪个区域风险量最大 或者说风险等级最高呢 那一定是这个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越大 损失量越大 对应的风险就越大 风险量就越大 所以风险区域A是风险量 风险等级最大的区域了 那哪个区域最小 就是风险区域D 这里考试曾经考过一类文字体 一类文字这样描述的 原来的风险在风险区域A 然后提供说 现在将这个风险事件通过采取措施 把这个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降下来了 让大家来判断 那现在风险区域A 转移到风险区域哪里了呢 是BCD 选哪一个呢 那大家来看 如果概率降下来了 那就由风险区域A转移到风险区域B了 那这种触碟方式 如果我们想得分就要求大家 一定要记住 在事件风险量区域的坐标轴当中 横坐标表示的是损失量 就是损失钱的多少 而重坐标表示的是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 损损失量 这个一定一定要记下来 那像我们刚刚那个题目 出题方式说概率降下来了 那风险区域A就到风险区域B这里了 那B在A的下面 一个小技巧 记住B下B下 B在A的风险区域A的下面 是由于概率降低 风险区域转移了 那风险量 用哪个和哪个指标的含义是一样呢 就是风险等级 风险量越大 风险等级越高 风险等级也受损失等级和概率等级的影响 我们现在将损失等级和概率等级 都划分为四个等级 让大家根据损失等级和概率等级来判断 风险等级如何判断呢 我们先来给大家公布这个答案 这是教材当中给出来的风险等级矩阵表 那现在比如说 这个区域损失等级是一级 概率等级也是一级 它的风险等级是一级 那再来看这个区域 损失等级是二级 概率等级也是二级 风险等级也是二级 再比如说 这个区域 损失等级是四 概率等级是四 那风险等级就是四 就是四级了 我们风险等级也是一二三四级 如何来判断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判断技巧 我们就是求平均值取整数 用损失等级加上概率等级除以二 得到这个结果 小数点舍去 直接取整数 这个整数就是风险等级 比如说现在这个区域 损失等级是三级 概率等级是一级 那我们取平均值 三加一为四 四除以二 等于二 所以这个区域的风险等级就是二级了 然后大家再来看这个区域啊 风险等级是三级 概率等级呢是二级 然后再处以二 三加二等于五 得到结果是二点五 此时取整数 小数点舍去 不是四舍五入 所以风险等级也是二级 那这种出题方式 是要求大家掌握了一个简单的 小的计算体的考点 在体课当中会告诉我们 损失等级是几级 概率等级是几级 让我们来判断风险等级 大家要采用这种方式 那有一种难的迷惑大家的一种出题方式是 如果给出来了风险等级和损失等级 也可以逆着运算 我们把概率等级算出来 对不对 这个知识点就讲到这儿 下面我们再来看风险等级 有一二三四级 四个风险等级 事件发生之后 所产生的后果是不一样的 从硬实的角度 要求大家根据风险事件发生之后 导致的后果来判断风险等级 那一级风险风险等级是最高的 它所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而且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 二级风险风险等级是较高 后果严重 可能在较大范围内造成破坏或人员伤亡 而三级风险风险等级一般 后果也是一般的 对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破坏的范围较小 然后四级风险是风险等级较低 后果就可以忽略了 对工程本身以及人员等 都不会造成较大的损失 好了 现在我们看到了四个等级 对应这四个后果 那考试我们该如何把这个内容记下来呢 表格内容挺多的 那针对四个风险等级事件 对应的后果 我们就按照四种交通工具来记忆 那四种交通工具分别是 飞机火车小汽车和自行车 如果这四种交通工具出现事故之后 大家想一想 哪个最严重 是不是飞机出现事故之后 简直是灾难性的 那生还的可能性极小极小 如果哪个国家有飞机出事故了 那是不是全世界都知道了 那这通过这种飞机 我们就可以记下来 一级风险 风险等级是一级 它导致的后果应是灾难性的 那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 全世界都会知道 那第二类交通工具是火车 火车它的特点是 装载的人特别多 有很多节车厢 那如果火车出现事故了 它的后果是影响范围是较大的 因为车厢多 装载的人多 然后第三级风险呢 我们结合小汽车 小汽车由于装载的人比较少 所以如果出现事故 那范围是较小的 就造成的破坏范围较小 然后四级想想 我们骑自行车 如果骑自行车 不小心被路边的石头 给割了一下摔倒了 也只是个人会擦破一点皮 所以是可以忽略的 对工程以及人员等 不会造成较大的损失 接下来了吧 就结合这四类交通工具 如果出现事故导致的结果 把一二三四级风险等级 就记下来了 这个图片 大家有没有这样骑过自行车的 如果有 就暴露你了 对不对 80后是不是 我们小的时候 骑车都是这样的 骑这种二八大杠的自行车 好了 那知识点讲到这 我们来做几个题目 先来看 这是20年考的单选题 那通过这道题 给大家的一个要求是 首先你要找到正确答案 然后还要告诉 你不选的那几个选项 对应的风险等级是几级呢 根据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一级风险是指什么 A风险后果严重 可能在较大范围内造成破坏或人员伤亡 4个交通工具 哪个影响范围是最大的 火车对不对 火车装载的人是最多的 所以是较大范围内 这是二级风险 二级风险是火车 B选项 风险后果一般 对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破坏的范围较小 范围较小的是巧气车 是几级风险呀 三级风险 C风险后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忽略 对工程本身及人员等 不会造成较大损失 这个就是四级风险了 想一想 骑自行车 然后D 风险后果是灾难性的 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 那这个我们想到的交通工具就是飞机 哪个国家的飞机失事了 那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会报道 这种灾难性的意外事件 所以正确答案我们选择的是D选项 下面我们来看 2019年的这个单项选择题 关于风险量 风险等级 风险损失程度和损失发生概率之间 关系的说法正确的是 先来看 在提看当中给出的四个已知点 风险量 风险等级 风险损失程度 损失发生概率 哪两个可以归为一类 是不是风险量和风险等级啊 风险量越大 风险等级又越高 那这两者受两个因素的影响 一个是损失程度 一个是发生的概率 那我们想一想一个坐标轴 风险区域图 横坐标表示的是什么 表示的是损失量 重坐标呢 是概率 好了我们来看A选项 风险量越大 损失程度就越大 这两者是成这样的正比例关系吗 不是吧 因为风险量的大小 还除了受损失程度的影响 还受概率的影响 并不是风险量越大 损失程度越大 因为损失程度可以不变 当损失程度不变的情况下 概率越大 是不是风险量就越大呀 所以这个不是必然的排除了 B 损失发生的概率越大 风险量越小 当概率在增加 如果损失量不变 概率增大 是不是风险量是在变大的呀 所以这个也不对 我们可以反来推 把这错误选项排除在外 C 风险等级与风险损失程度 呈反比关系 是呈正比关系的 对不对 当概率不变 损失程度越大 那风险等级就越高 这个也错了 B 损失程度和损失发生概率 越大 风险量越大 这个是正确的 那两者都变大 不 风险等级和风险量 就是越大的 所以答案选择的是D选项 这道题有点绕 相对来说有点难 是不是 大家做这道题的时候 一定先捋清楚 提案给出来的 这四个指标之间的关系 谁受谁的影响 再来看这道题 是根据2017年考题改的 根据建设工程 SAM管理规范当中 风险等级划分 下列图当中 风险区域A的风险等级 1234级 风险区域A是不是 风险等级最大的区域 那风险等级最高是几级啊 只一级 所以答案选择是A选项 那注意啊 我们风险等级分为1234级 一级是最高的 大家可以结合我们建造师等级 是不是一级建造师和二级建造师 哪个级别高 一级建造师的级别高 好了 再来看这道题是根据15年的真题改编的 根据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条文当中 风险等级评估表 如果某个风险事件 将对项目造成损失等级是三级 概率等级是二级 则该事件的风险等级是几级 那三加二 等于五 五再除以二呢 等于2.5 那此时是四生文物吗 不是 是小数点舍去 直接取整数 正确答案选择B选项 风险等级是二级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知识点 建设工程项目的风险类型 四个类型 从硬式的角度就让大家去区分 提看当中给个例子 让我们来判断是属于组织风险 经济与管理风险 还是环境风险 还是技术风险 在这四类风险当中 组织风险技术风险 不需要大家特殊去记忆 按照我们前面讲解的措施 比如说组织措施 技术措施 这种分类划分标准是一样的 重点就要求大家掌握 经济与管理风险 还有工程环境风险 我们再来看组织风险 一看到组织 无论是组织措施 还是组织风险 就立即想到我们讲解的 组织论有关的内容 组织论 组织论包括什么 组织结构模式 包括组织分工 工作流程组织 大家看前面这三个内容 是我们讲的组织论的三部分 然后组织是由于人所组成的 所以与组织结构模式 组织分工工作流程组织 与人有关的这些内容 都是组织风险 那技术风险包括什么 勘察设计文件 施工方案 物资机械的选择 都属于技术风险 我们就重点记中间这两类 先来看第二类 经济与管理风险 一看这个名称就知道 这个风险要考虑两个方面 一个是经济风险 一个是管理风险 那经济风险是与钱有关的 管理风险呢 那与合同与管理有关的 归到管理风险当中 比如说第一类 宏观和微观经济情况 与经济有关 自然就归到经济风险当中了 资金供应方式与钱有关的经济风险 合同风险就归到管理风险当中 那需要大家记得是下面的内容 看到什么什么计划 制定计划是我们管理的手段和方式 所以当大家看到事故防范措施和计划 人身安全控制计划 信息安全控制计划 什么什么计划都归到管理风险当中 然后单独要求大家记得是这一项 现场与公用防火设施的可用性及其数量 大家想现场防火设施越多 是你买这设施花的钱就越多呀 另外我们数量确定多少 是不是由管理者做的算 所以从这个角度就记下来了 那防火设施的可用性及数量 归到经济与管理风险当中 再来看工程环境风险 什么样的风险归到环境风险呢 一定是施工单位企业无法控制的风险 才归到环境风险 自然灾害能控制吗 控制不了 沿途和水温地质条件 气象条件都是我们左右不了控制不了的 都归到环境风险当中 所以需要大家单独去记得只有这一个 引起火灾和爆炸的因素 控制不了 如果能够控制它 我们会让火灾爆炸发生吗 肯定不会让火灾爆炸发生 所以这类风险归到环境风险当中 那在这表格当中需要大家用心记得 与火有关的 一个是防火设施的可用性及数量 一个是火灾爆炸的因素 那这个数量能控制 归到经济与管理风险当中 这个火灾爆炸因素控制不了 属于环境风险 接下来了吧 好了 下面我们来做几个题来练一练 来看这是2018年的考题 某施工企业承接了一带一路的国际项目 但缺乏具备国际工程施工经验的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 这类风险属于建设工程风险类型当中的哪一类呢 A 经济与管理风险 B 组织风险 C 工程环境风险 D 技术风险 题看当中的内容与什么有关 与钱有关吗 没有 然后与合同管理有关吗 没关系 它是与人有关的 与人有关的我们是属于组织风险 所以正确答案选择的是B选项 来看这儿 缺少管理人员 缺少施工人员 所以人员有关组织风险 再来看这道多选题 下列建设工程项目风险当中属于经济与管理风险的有 A 人身安全控制计划 制定计划是管理手段 所以这个是管理风险 B 工作流程组织与流程组织有关的组织风险 C 引起火灾和爆炸的因素 能控制了吗 控制不了 环境风险 D 现场与公用防火设施的可用性及其数量 那这个数量多少能不能控制能不能管理 可以 那买的越多花的钱越多 所以这个是属于经济与管理风险 E 工程设计文件 与勘察设计物资机械选择有关的全部是技术风险 正确答案 A D 两个选项 1102介绍的是项目风险管理的工作流程 风险管理的流程呢 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第一步 你要去发现风险 所以第一步是风险识别 那我现在判断了有很多风险事件 接下来要做风险评估 通过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损失量来判断风险量和风险等级 那把风险等级由高到低的确定之后 那针对风险大的风险事件 我们一定要采取一些风险措施来应对它 所以第三个管理环节是风险应对 那在日常的风险管理过程当中 要做好风险监控 这个就是风险管理的流程 考试呢 排续题的考点 一定要记清楚啊 先去识别风险 然后评估风险 风险应对 风险监控 这是第一种处理方式 第二种处理方式呢 是考大家 风险识别包括什么 风险评估包括什么 我们再来看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就是确定风险因素 把这些风险因素找到 然后编制一个报告 那如何确定风险因素 第一步收集信息 确定风险因素 编制SUM风险识别报告 这个就风险识别 那风险都识别出来了 在报告当中都有所体现 接下来就来确定这些风险等级和损失 和这个风险量 通过什么来确定风险等级 每两个要素 一个是概率 一个是损失量 所以来分析风险因素发生的概率 再来分析损失量 有了这两个指标 就可以确定风险量和风险等级了 所以当大家看到概率 看到损失量 看到等级 这些定量的来去判断 都是归到风险评估当中的 然后第三个管理的环节 是风险应对 针对不同的风险事件 我们采用的风险应对的手段是不一样的 那这里包括四个 主要这四个 第一个风险规避 什么是规避 简单理解就是逃避 中断 我知道这件事情有风险 那我就不做了 就把这个风险中断了 然后第二个对策是风险减轻 是事先的采取这措施手段 去控制风险 然后来减少风险事件发生之后 所产生的损失 然后第三个是风险自留 自留顾名思义 就对风险我自己来承担 那什么时候我会选择风险自留呢 比如说这个风险如果我采取其他的方式 我购买保险 那如果出现风险事件 保险公司会理赔 如果购买保险我要花两万块钱 如果自己承担这个损失发生了 我顶多是损失五千块钱 大家想这种情况下 你是选择买保险还是自留啊 当然自己承担了 还有一种方式是转移 比如我刚刚讲的购买保险的方式 那出现风险事件 保险公司来承担这个损失 这种就是风险转移 比如说购买保险 就是风险转移措施的一种 风险应对的策略 主要就包括这四种 在教材第四章讲质量风险的时候 我会更为详细的讲解这四种对策 那对策呢 可以采取这四种当中 每一某一种啊 也可以多种方法呢 结合起来使用 然后最后一个风险管理的环节 是风险监控 就预测风险 然后在施工过程当中 项目管理过程当中进行监控 然后发现可能发生风险事件 就提前做出预警 好了 相应的要点讲到这儿 来做题 再来看20年考的多选题 项目风险管理过程当中 风险识别工作包括什么 风险识别呢 是风险管理环节当中的第一个环节 去发现有哪些风险 A 分析风险因素发生的概率 一看到概率 看到损失量 这些并量的都属于风险评估 B 确定风险因素 是风险识别 C 编制项目风险识别报告 这个也是风险识别 分析风险的损失量 风险评估 E 收集与项目风险有关的信息 风险识别 那第一步是先 搜集信息 然后第二步 确定风险因素 第三步 编制风险识别报告 正确答案选择的是 B C E 三个选项 这是20年考的 我们再来看 18和19年考的都是 风险评估的工作 包括什么 你看到评估都有定量的评估 与数字有关的 都是评估的内容 A 分析各种风险因素发生的概率 风险评估 那概率百分之多少 这不就是与数字有关吗 B 分析各种风险发生损失量 那风险事件发生 导致多少损失啊 损失了多少钱啊 也与数字有关 确定风险等级 1级 2级 3级 4级定量的 然后确定风险量 那风险量也是受概率 和损失量的影响 概率越大 损失量越大 风险量就越大 A B C D都是风险评估的内容 而一选项 确定风险管理范围 这个知识点 我们现在版本教材删除了 那这属要编制风险管理计划 在风险管理计划当中 要包括确定风险管理范围 那现在没有这个点了 大家就不需要单独去记它了 所以正确答案选A B C D 好了 再来看这道 下列项目风险管理工作当中 属于风险应对的是哪个呢 A 收集与项目风险有关的信息 B 监控可能发生的风险 并提出预警 C 确定各种风险的风险量 和风险等级 B 向保险公司投保 难以控制的风险 风险应对 A 是收集有关信息 是属于风险识别 B 监控可能发生的风险 提出预警 这是属于风险监控的内容 C 确定各种风险的风险量 风险等级 这是属于风险评论 那正确答案就选D了 向保险公司投保 是属于风险应对当中的 风险转移策略 好了 讲到这儿 风险管理的内容我们就讲解完了 谢谢大家 我看这个问题是属于风险的风险 我看这个问题是属于风险的风险